虽然周永康案是中共史上首位 因贪腐罪名被判的中南海顶级权贵 但有两个重点 目前最被外界关注 分别是为何中共轻判 以及为何是秘密审判 今天的透视焦点 我们带您一起关心 6月11号 中共媒体公布了周永康案的一审券判结果 周永康被判处无奇徒刑 新华社通稿 讲述的都是周永康和家属如何接受贿赂 并提及周永康滥用职权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 强调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 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 通稿还称 周永康归案后能如实公诉罪行 认罪毁罪 从而从今处罚 而一直被外界议论的周永康谋杀妻子 利用职权滥杀无辜 政变及活摘人体器官等罪行 却一字未提 外界盛传的周永康受贿近千亿元 也大幅缩水 骤减到了近1.3亿元 它是分两步走的 人民的事情 让人民自己来审判 将来一定会人民作为主体 通过这个有案必定的这个法律 根据制度 把江振民给拿下来了 随时都可以把周永康 重新用对人民迫害的这个罪行 反人的罪库 最等这些东西来审判 那么完全可以判大事 这个是侵判的主要原因 就是他完全是一个党内 对他的一个层次 定罪的这个东西都缩小了嘛 那肯定是侵判 通稿中说 周永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吴斌 丁雪峰 温青山 周浩 蒋洁明等谋取利益 收受了蒋洁明73万多元的财物 根据最高法院 有关贪污受贿的规定 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 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死刑 并没收财产 习近平终极目标是把江泽民 等这些手恶一网打尽 周永康只是一个犯罪集团的一个成员 他把江泽民的这些罪情 这些东西比较透彻地交代下来 对江泽民是一种巨大的威慑 不判他死刑的话 继续从他口中 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再有一个江派残余司令 看到周永康这样的人 他坦白交代用轻罪来罚落他 那我也交代用 对他们的整个的江泽人员 重新占编 一公除罪等这些东西 都有一定的好处 习近平很省心 而中共央视在6月11号 播报周永康案 审判结果时就预告 第二天人民日报会发表 任何人都没有超越 宪法法律的特权的文章 再次强调 无论权力大小 职务高低 没人能当铁帽子王 高调宣称要打赢反腐战 铁帽子王 换句话说 任何人不能够用他 在党内的地位 或者说他曾经当过什么 干过什么 作为他不受到 举诉的一个原因 因为打江的步伐没有停 反腐这个事情没有停 此前外界有说法指 习近平王岐山 打大老虎受到阻力 加之目前周永康被轻判 有观点认为 这显示打虎进城 还是暗潮汹涌 新唐人电视刘慧采访报道 这显示打虎